一个个竹筒是每天存下的爱心 面临全球天灾苦难不断 大林慈祭医院不止捐竹筒 工作告一段落的医护同仁何志工 更齐聚大厅唱出心中的祈祷 现在大三家小三家真的是越来越平凡 威力越来越大 除了我们知道这个共资之外 那上人祈祝我们是要共事共行 也就是有那种大忍大勇的一个勇气出来 火山岩将喷发引发海啸席卷大地 一幕幕新闻画面触目惊心 为印尼受灾人祈福 台北慈祭医院中午休息时间同步凝聚善念 除了为印尼受灾的人民祈福之外 最重要是再次倡导 除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 都一起来参加儒素的行动 同一个时间不同空间 四季人文界中心同样动员串联爱心 要用自己的平安祝福远方城 早日读过难关 它就是一个火山岸发 然后就造成海啸 是很罕见的 一个非典型的海啸 非常感恩大家利用这样的时间 我们大家一起虔诚的来祈祷 希望说真正往生的这些人能够领安 虔诚一念心把心中的祈祷大声唱出 华联慈祭医学中心在大厅邀请民众 一起为印尼塞区送上祝福 愿毁损的家园和破碎的心 早日恢复生机 大厅新闻综合报道